哈囉 今天是我的雙眼皮手術 第四天 所以呢 這支影片我一樣還是會長得很奇怪 這一支影片呢 要來做月子餐屏蔽 現在最近要搬家了 就是叫忙 然後我媽就懶得開火了這樣 術後呢 就是要吃得高營養 但是又不能過補 那一些什麼炸的辣的啊 有咖啡因的食物啊 一些 蟲娘蒜 香菜 九春塔 芹菜 我都不想要碰到 然後我媽就問我說 欸 還是你要吃月子餐 我就嘿 對 好想吃吃看喔 我也有看到有人龍鼻分享 它是疏後的前幾天都叫月子餐來吃 因為它也不想出門 然後它也不方便弄食物 就不如就叫了高營養的月子餐這樣 照了三家月子餐 然後早餐我都省略了 只叫午餐晚餐 然後這三家都是兩餐兩送 有一些月子餐我看到它可能是 兩餐一送 就它只送一次 它午餐跟晚餐直接送給你 你晚上要吃的時候再加熱這樣 好 那我們的第一菜已經到了 我好心酸 我從昨天就好興奮就是 我今天要吃月子餐耶 講講 第一家呢 是好婆婆 這一家我去看到網路上很多人推薦耶 養乾茶 它說12點半前會到 真的好準時喔 甜品 感覺是枸杞紫米粥對不對 不鏽鋼的 喔 它這邊就是這種陶瓷碗 它說會回收 第一道是豆腐咕咕 這個是飯 那個叫什麼 它想不起來 栗子 栗子 我媽在旁邊 青菜 雞肉 裡面還有棗子 這應該是糖 紅棗 聞聞看 紅棗 雞湯 好香喔 這一家好婆婆呢 我自己就他們的 那個我那時候打過去是一個女生街的態度非常的好 那他說他們沒有分什麼什麼 什麼醫美術後餐沒有 他們就是月子餐 可是他們有分剖腹產的部分 所以他說喔 那我就幫你比照剖腹產好了好不好 然後我自己覺得他態度很很像朋友一樣喔 就很舒服 這樣子呢 午餐加晚餐是1200元 而且喔 我還問他說好的那請給我 虧款資料 他說喔不用不用 先不用給先不用給 先吃完兩餐之後呢 如果不要再續訂了再付錢就好 就 好窩心喔 先來喝喝看湯 喔 我覺得湯很好喝耶 很清淡路線 它不是那種很濃很濃 清爽 有一種阿嬤的味道 難怪它叫好婆婆 這個湯是夏天很煩很燥的時候 也可以一直喝的那種 就真的是清爽型 但是你不會覺得沒味 湯 喔湯是魚湯啦 誤會是雞湯 魚湯超大一塊肉 我剛才說跟克服聯絡的時候 我是說因為我是醫美手術嘛 我不能也不能太補太燥熱的那種藥材 我不要我怕我會無法消腫 他就說好他會幫我調整 再來換青菜 有什麼味道欸 就是很清淡的 豆腐 豬肉 也很有味道阿其實 肉湯 嗯 很有味道 甜湯的味道 大家拖 枸杞紫米粥 哇 紫米給人多 很不甜很棒 微糖的感覺 這幾樣呢 我最最最喜歡的就是 魚湯 超級好喝 因為我沒有吃過月子餐 所以勒 我給這一家的評價 以午餐來說 不對我們要吃完晚餐再來評分 菜真的很淡 因為我本人是一個很重鹹重口味的 習慣養成者 所以 這個真的是 好淡 但是真的好吃 我真心覺得是好吃的 尤其是那個魚湯 哇 太好喝 好接下來就是等晚餐 晚餐時間 這一家的晚餐是4點半到5點半之間會送達 但是現在6點我才剛好吃是因為我剛才不餓 這麼晚餐特別重啊 醬醬 首先是 杜仲飲 有 我看我做月子的朋友都有 放後甜點 我期待湯喔 湯品 欸有兩個 兩種 這個是我最愛的 豬肝 我超喜歡吃豬肝 我的媽我要流口水了 青菜 還是牛肉我吃吃看 喔 南瓜飯 很讚 最愛南瓜 喔 雞湯 天啊這忍不住喝一下 這是沒有鹹的 你只喝得到雞的那個香氣而已 完全沒有調味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是好喝的耶 但好淡喔 這個是什麼湯 白骨湯 喝一下 這個中藥味比較濃一點 我必須要喝 我覺得 它的肉啊飯啊湯 真的都好喝好吃 但菜真的很淡 其他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菜我不行 這個南瓜飯呢 很好吃 我覺得比 午餐的那個栗子超米飯還要好吃耶 牛肉 這個肉呢 是裡面最鹹最有味道的 很加飯 豬肝 豬肝好吃 我喜歡 雞湯 他們的湯真的好喝 嗯 嗯 喜歡 清茶的感覺耶 好唷 好婆婆的午餐晚餐 我們都已經吃完了 就只有綠色的青菜 是真的不必 第二天 月子餐飽媽媽 然後這一家的午晚餐呢 加起來是1600元 這一袋超級重 旁邊有東西 奇異果 我附贈一包滴雞精 開箱 有三個湯子嗎 一個 兩個 三個 地瓜飯 太好吃了吧 超有食慾 秋葵彩椒系列 哇 我最喜歡的龍鬚菜 鳳梨西米露 哇 好香喔 這個idea很清鮮 完全沒有想到會有西米露 超香 是雞湯 而且是那種 有中藥材 很gosabi 很有味道的雞湯 濃很黑的這種湯 裡面有兩大塊 是茶 感覺跟昨天的養肝茶很像 先來吃一下 飯是不是粒粒分明型 比較粒粒分明 紅鬚菜 紅鬚龍鬚菜是有湯汁 雞汁的味道 很有味道喔 這個菜 這個菜有更多的鹹味 但是你會覺得它調味也不多 裡面還有放紅棗 秋葵 好吃欸 天啊 很香 很義式料理會有的 法式田園烤雞 就是那個味道 好好吃欸 我覺得晚上在餐廳喔 好婆婆吃起來就真的是好婆婆做的 這一家的湯也是很好喝 但是比起來的話 我更喜歡昨天好婆婆的湯 我覺得好婆婆的喝起來 喝完一整湖一整罐都沒有問題 會覺得很清爽很想再喝 但這個就是 喔喝一碗就夠囉 會覺得那個 負擔的有點大 要她自己有點過補的感覺 喝完一整罐都會流鼻血 但是對芋婆來說是很棒的 來吧 上菜只訂一天 所以晚上這一餐的寶媽媽呢 她去全部都用塑膠碗 但她好早到喔 她晚餐 4點半就到了 鱸魚湯的上面有菜名欸 糙米飯 百合芡食燉梅花肉 紅K杏菜 這一家真的是有豐盛喔 這個 牛柳裡面有配捲捲麵跟玉米筍 這個是 蜜豆養生芝麻糊 是糙米煮過打薑 還有花豆在裡面 喔好好喝喔 鐵板牛柳 嗯 真的很像在吃餐廳欸 好嫩喔 這個就是又有那個中藥材的味道的鱸魚湯 昨天感覺是 純粹是只有魚的香氣這樣 可是說真的我比較喜歡昨天的鱸魚湯欸 昨天那個感覺可以一直喝一直喝 先來試一下這個 嗯 嗯 甜甜就是 好吃 有甜 昨天的紫米粥就是 完全不甜喔 那這個一樣就是 杜仲茶 杜仲茶每一家喝起來 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他們的飯 真的都是粒粒分明欸 今天晚上的也是 好 今天的午餐跟晚餐呢 就是 一千六百元的寶媽媽月子餐 都吃框框了 吃框框 我跟我媽都蠻喜歡寶媽媽的彩色 而且因為是比較有味道的 當然我覺得味道就是 鹹不鹹應該都還是可以調整的 但我覺得這一家 比昨天那家再更有味道 我們還是覺得昨天的好婆婆的湯 比較好喝 很像是那種 很新鮮很新鮮 然後 簡單清爽保留魚鮮味的那一種湯 第三天的葉子餐 這一家呢 是御膳房 這一家是最貴最貴 一千八百元 紫米粥 頭擠雞肉湯的概念 雞湯的感覺 A菜 炒香菇 肉 但我現在看不出來是什麼肉 好香喔 又是那種很法式義式感覺的 南瓜雞肉 而且是有香料的那一種 糙米飯 怎麼辦 吃過昨天那一家後 我沒有覺得這個看起來特別美味 這個肉超多 裡面有玉米筍 有枸杞 比較清爽 感覺是清爽路線 這三家裡面最不好喝的湯 哈哈哈哈 好像沒什麼好說的耶 吃吃看青菜 它比好婆婆再更有味道 但是沒有比寶媽媽好吃 我怎麼才吃兩道我就覺得寶媽媽要贏了 看這一家呢我第一天就是一千八 一千八 嗯 飯是粒粒分明型 這個南瓜有用心喔 好香 跟昨天的寶媽媽的烤雞一樣喔 嗯 好嫩好嫩 吃蜜粥也是很扎實的 比好婆婆再更有味道 不過呢這一家送餐的司機 態度很好耶 很熱情耶 幫你把餐放好囉 態度很好 裡面最好吃的呢就是這一道 跟昨天的烤雞真的太像了 就那種香料味 然後很嫩很嫩 這個呢就是 嗯 正常發揮囉 豬肉跟玉米筍 那青菜就是真的很淡很淡 跟好婆婆是差不多的 紫米粥好吃 湯呢就是一般般 晚餐 這個是我們月子餐品裡的最後一餐 好捨不得喔 這個感覺很讚耶 茶油松板湯 沒有什麼枸桔味 嗯好喝 肉很嫩 蔬菜來吃一下 晚上的菜好吃 香藥 嗯 好吃 裡面還有 肉豆 紅蘿蔔 的優點就是 飯很粒粒分明 最喜歡這一種啦 藥膳牛肉 嗯 肉超嫩 藥膳味很剛好 不會太濃厚太 讓人沒辦法立刻咽下去 是很舒服的那一種 好吃耶 晚餐比較好吃 但是好少 因為有一種 因為我已經吃了其他兩家 就覺得有甜品 有水果有什麼什麼 這家就是 比較簡單啦 這三家每一份的份量 都差不多 但是呢 浴膳房再多一點點 就他這個菜量也很多耶 兩個人吃 兩個女生吃一定可以 再次吃完月子餐之後呢 我忘記 錄結尾了 這三家呢 如果要再吃一次的話 我會訂的是 寶媽媽 他真的吃起來很像在餐廳 但是呢 如果你個人是非常在意湯品的話 就很想喝到好喝的湯 菜你都不在意 那你可以選好婆婆 其實好婆婆的菜也很好吃 我覺得可以跟他們說 口味想要再重一點點 因為吃起來就像是 水煮清淡 很原始食物的味道 他的湯真的是很鮮甜 很好喝 加上了家味非常親切 然後 服務人員也超級親切的 那以價位來說 1800的月子餐房 我就是完全不會考慮 跟我媽討論一下呢 我們兩個都喜歡寶媽媽 如果湯可以換成好婆婆 就是超級完美 給她100分 希望大家喜歡 這樣子的食物評比 沒有月子餐的那一天 就是第四天 早上起床我就說 媽 今天沒有月子餐了 好想吃 還有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記得大家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話 追蹤我的影片 這邊是我的臉書跟IG 記得趕快來追蹤囉 那我們就過幾天見 下次見 希望 希望一集一集可以 一直看到我的雙眼皮 越來越好看 這是要等它消肿啦 下次見 掰掰